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赵少康还有没有意愿选这个党主席 那赵少康当然他当时要选党主席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是选领导人 那他即使没有党主席 他已经宣誓要选领导人 所以党主席对赵少康在他的从政制度来讲 他就不必然是一个一定要取得的一个职位 另外再加上赵少康他要取得党主席的候选资格 国民党现在还给他的一个限制的条件 就他必须党零一年以上 那要把这个条件去除掉以后 必须要国民党的中常会才开会通过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通过 所以说赵少康现在能不能取得党主席 在他个人意愿来讲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党主席是不是就必然不能够选这个所谓的领导人 那包括连胜文他们提出来希望能够专职党主席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中国国民党需要在2024年派出最强的候选人 但是中国国民党也必须做到无私 所以说我认为党主席当然可以选领导人 但是党主席在进入党的初选的时候 比如说初选的时候 那党主席可以暂时辞掉他的党主席的职位 如果他还获得了这个推选的话 那他可以继续训任党主席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成为候选人 那就要把党主席的职位让给那个人 我们从上一次大选就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党主席一排人马候选一排人马 那往往在支援的调配或者统一视权方面 不能够统一 这对选举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的看法恰恰跟连胜文 他有一点完全的不同 我主张未来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参选人 他必须是党务的所有的权权的掌握者 这样子可以党的力量可以支持他选 这就是这样子可以党务的权权